评说评论评说春秋 我们接着说宋国 宋国发生了内乱 有霸主想法的七皇公不可能不管 于是在第二年的春天 他召集鲁国、陈国、蔡国、诸国等各国国军在北姓会见 商讨平定宋国的动乱 但这个时候内乱的宋国已经平息了 此后继位的宋桓公可以说是仅仅跟随七皇公的步伐 宋桓公在七皇公继位的第五年继位 在位31年 在七皇公继位35年时去世 这期间几乎所有的七皇公组织的国际行动 他都积极参与了 向拯救邢国、重建魏国、讨伐蔡国、教训楚国等等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 宋国这个时候 与齐国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 宋桓公并重之时 太子兹府 也就是后来的宋相公 再三的请求说 他的哥哥沐仪年长而且仁爱 让他的哥哥继位做国君 沐仪是宋桓公长子 却是孰粗的 沐仪是他的名字 他的字称子鱼 字是尊称 所以世人尊称他为子鱼 子鱼是宋相公的熟兄 宋相公是子鱼的兄弟 兄弟间用不着那么客套 因此宋相公称了他的名字 而没有称他的字 看到太子如此大度 宋桓公就准备让沐仪即位 但沐仪却推托说 能够把国家辞让给别人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人爱呢 我不如自府 让我继位 一我道德不如他 二又不合立军的顺序 于是退了出来 拒绝继位 这样太子自府就勉为其难 做了宋国的国君 这就是我们下面的主角 宋相公 从这里可以看出 宋相公的确是一个 非常讲仁义的人 宋相公做了国君 认为公子牧以仁爱 让他做左师来处理政事 哥俩团结 宋国由此安定太平 宋相公继位以后 继续了父亲宋桓公的做法 紧随七桓公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跟七国走得很近 宋相公也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因此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 也内修德政 注意塑造自己仁义的形象 有了良好的形象 就有了良好的资源 今天叫良好的无形资产 有了良好的无形资产 就可以通过这种无形资产来牟利 使宋相公感到有脸面 而且使他感到责任重大的事 齐桓公老的时候 和管仲一道 把当时所立的齐国的太子昭 托付给了他 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辅佐太子上位 一个霸主这样看得起自己 一方面说明宋国与齐国的关系比较铁 另一方面也说明宋相公的确是个有影响力的人 宋相公自然觉得很风光 因此在齐桓公去世以后 在齐国内乱失去霸权的时候 他想该他出手了 他果断出兵 帮助齐孝公坐上了齐国国军的位置 齐国这么大的国家 曾经的霸国 家务事要通过他宋相公来解决 宋相公这影响这名声就大了 这也更加刺激了他的想法 他要接过齐桓公的墙 以齐桓公为榜样 做一个新霸主 但是霸主是这样好当的吗